大家好,欢迎你到Kitch Workstation 今次我们的系列就是音乐 在这一集中,我想讲关于音程 什么叫音程呢? 其实音程是指两个音之间的距离 比如C音到D音,它们之间有一个音程关系 比如C音到G音,它们也有音程关系 我们要如何量度音程之间的距离呢? 在日常之中,我们会利用到尼米、米、公里等 这些单位量度距离 我们来到音乐上高 如何量度音程呢? 其实我们会用到这个单位 去描述一个音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叫做1度、2度、3度、4度 那我们要如何才知道一个音程是多少度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首先看看钢琴的键盘 我们用C大调音阶作为例子去说明一下 C大调音阶包括第一个音,C音、D音、E音、F音、G音、A音和B音 好了,那我们就说回音程了 我们看到C大调音阶里面 其实存在了很多阶段的音程 比如C音到D音,C音到E音等等 那我们要如何去数一个音程的度数呢? 比如我们用C音和D音作为例子 由C音到D音就像上了一级楼梯 那它包含的英文字就是C和D 两个英文字 那我们很简单可以说 C和D音的距离就是2度 好,有例如C音到E音 那我们一起数吧 C、D、E 总共有三个英文字母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三度 那我们如此类推的话 我们就有2度、3度、4度、5度、6度、7度 接着就去到8度 如果我们刚才在C音开始数的话 那8度也是C音 那么大8度的音程呢? 那我们呢 遲些可以在其他的视频再讲一讲 那我们刚才还留了一组好像隐联的音程 那就是C音 然后去到自己同一个建议的C音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音程这个概念去描述 两个音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分析一段旋律的时候 或者是和声的时候去用的 那我们呢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旋律上高 其实两个同音 当然很常见 所以呢 当我们要描述C音 接着下一个也是C音 同一个建的时候 其实呢 大家可以数 其实都是一个英文字母 都是C 所以其实呢 它就是一度了 那作为一个小总结呢 我们要去数一个音程的时候 其实呢 就会用倒数作为单位 然后呢 我们就幻想一下每一个英文字 都有它的一个音的解析 那只要我们呢 数一数 那两个音之间 所包含的英文字的数目 那其实那个数目呢 就是那个音程的倒数 好了 那今次这段视频就到这里 那喜欢的呢 就记得按订阅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